今天是我们搬家的日子 今天是我们做观箱视频 房间的观箱视频 房间我们现在都收手了 把我们的行李收拾干净 然后把他们的房间收拾干净了 这些文章什么的都是我自己发钱 这些冬泡啊 这边也是 原来的冬泡是那种黄的贼暗的 估计都十年没坏了 这个空调这盖子也是我们自己买 很多泰国的房子都是这个直吹着沙发 或者是直吹着床 我们的行李 现在我们叫了クレープ卡 是一个大车 比一般的交车贵两倍多 本来140多 现在200多 我也喜欢我们俩行李多 对行李多 我们俩搬家搬了好几次 都从来没用过搬家公司 以前在韩国的时候也是 最夸张的是我们拿一个手推车 一个一个搬了好几次 真能折腾我们 要是一次交点钱 然后让搬家公司帮我们搬就行 就有点那种 要搬家公司又觉得东西太少 还有一只用出租车来回搬了好几次 搬家公司的话他们主要是 就是几个人帮着抬什么沙发 冰箱之类的 有大驾的 我们一般搬家的时候 都会把大驾处理掉 然后搬 一会那个车来看看 我觉得有一个人坐在副驾行 还可以去 我们现在到了新房子 前面是树铁山 这得什么时候收拾完了 又得累几天 搬家就是辛苦 现在以下的外卖都交不了 我们怎么吃饭 哈喽 我们现在离上次拍视频 现在又过了十几天 因为一直在下雨 一直在家没出去 本来以为六七月份是雨季 然后现在八月份 我们刚搬到这边 就是一天都没蜡翔 每天都在下雨 连下了九天 是吗 我们现在家里很多东西还没有到 就在网上买的 这个是投影机 是几米的H6 翻山越岭 这是从中国淘宝买的 这个效果挺好的 出乎我意料 转运过来的 然后木布 我们是在虾皮 泰国的网站上买 以为会更快 那木布等了一周 它还没有发货 然后我们取消了 从淘宝重新订 估计还得一周 很多东西都是 你在泰国买的话 就不太方便感觉 好多都是 他们也是感觉 是从国内转运过来的 还不如我们直接在国内买 然后转运过来 虾皮上面也有直购的吗 每种直购过来的话 其实也挺快 不过他们有些是没写直购 我们以为是在泰国境内发货 然后没想到他们都是那种 一周左右 有很多都是 泰国也是那种比较对商家有利 买家的话就比较被动感觉 他们就是想理你就理你 不理你的话 我们拿它没办法真的 那不发货的话可以投诉吗 好像有渠道吧 不过我们外无人不太懂这些 然后我们家还没有布置好 我们买的那些家具什么的 都到齐了 我们再做一个房间开箱视频 这个房子虽然老 但是它的格局挺好的 就户型版的设计挺好的 然后我们特别喜欢的是这个大阳台 这个大阳台是我们一眼相中的 这个是素贴衫 这个鞋架是我们在虾边买的 组装了有味 放外面几天 味太大了 是吧 散一散 得散好几天的估计 就是挺好看的 在组装的时候拆了三次重新组装 对这个垫子也是我们后买的 这个椅子是房东原来本来的 我们买了这个垫子颜色还蛮配的 不过也是中国穿的 基本上泰国卖的东西大部分都是 那个布是我从中国买过来 直优过来的 这个直优过来其实也就六天时间 还蛮快的 这些椅子这个桌子都是房东原先配好 你看这个家具就知道以前的房东是一个年纪稍微大大了 你看这个墙子本来打算换 比我想象的花更多钱墙子 不过我还觉得这颜色还蛮好看的 我也是还行感觉还可以 这个原来是房东的电视机 我们不需要 这个床也是超级复古的那种 这个是衣柜 衣柜也是很复古 卫生间的话和那个门那边厨房是可以打开的 那个地方挺有意思 对吧 它是两个门 卫生间 这个是卧室的门 这个是厨房的门 它有一个缺点是只能 你如果要是沐浴的话 不泡澡 就单纯的话就洗个淋浴 你就只能站在这个浴缸里 这有一点就是 反正我们之前进来的时候 就看出来这个问题了 但是因为房子比较喜欢 是吧 不可能有完美的嘛 就还可以 这些架子都是贴上去的 我们在网上买的 最近这种都不用打孔挺好的 这边通往的是厨房 厨房是这种长条形的 这边是洗衣机 洗衣机是房东给配的 那个冰箱 架子是我们自己后来煮的 这里放那个微波炉电饭锅什么的 这边奇怪的是 这边这么大的空间 没有一个插头 我们必须得把电饭堡 或者这个水壶 都是得放这边 这些还怀疑没有找到 确实是没有 然后这有一个电磁炉 可以用 这边风景特别好 反正我这个 因为我不到1米6这个身高 站在这个位置 正好能看到这边 就没有遮挡 这边是一个仓库 房东的仓库 我说房东的仓库 是因为这里面全都是房东 全是房东的东西 都是房东的东西 给填满了 我们把这边整理出来的一条缝隙 打算这边放一个衣架 这边有一个挺好的 是它旁边两边都没有 看不到别人家 今天天气是晴天 所以我们拿相机出来 打算拍一拍 十几天了 都没看到蓝天 我们自从搬进来后就没看到 对啊 连续9天 有点下雨下懵了 对我们还后安了一个网络 这边只能按3BB的 我们之前的是AIS AIS的话比3BB便宜一些 对便宜 不过他们的网速是 他们网速是50 20 下载速度50 50兆 上传是20兆的 这边这3BB的虽然贵 不过网速快 它是500 下载是500 上传也是500 我们今天打算拍一下 就是租房 关于租房需要注意的什么 看看能不能拍一起 租房者俩其实也没有什么经验 就是来这边找的第二个长期房 第一个才半年 这个是一年 看看能说点啥 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说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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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